欢迎收看亚当熊解说的土豪人生系列第103期 我们上一期熊哥是带着我们的妹子去北洋克顿旅行 然后那次旅行之后熊哥和妹子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所以趁着这个时候我们熊哥赶紧犯大招 我们今天拿出了我们熊哥最心爱的一台法拉利F12 大家都知道我们熊哥非常喜欢法拉利还有兰博基尼对不对 所以家里收藏了非常多的这种跑车 今天为了泡这个妹子 我们把这个车子就把它开出来了 打算送给我们的妹子 包括我们还在这个市中心 找一个开发商盖了一栋楼 专门送给我们的妹子 你看怎么样 就是我们这个有句话说的好对不对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我们就必须得把这个大手笔 这次得给他送出来 然后才能泡到我们的妹子 对不对 当然我们这个妹子你看 今天的穿着打扮和我们晚常也不太一样 之前啊都是比较斯文一点对不对 然后今天啊 大家给大家看一下 今天我们这个妹子 哇塞 非常的性感 对不对 哇 是这个装扮啊 哇塞 很性感啊 哇 包括这个身材 哇 好好好 我们这个熊哥有福气了 因为对于熊哥来说钱不是问题对不对 我们重要的是 我们需要一个妹子对不对 一直都是单身 好好好 我们这个车子要送给他了 但是送之前啊 我们再开一开我们的法拉利F12 这一次我们这个双门轿车 妹子终于是愿意坐在我们旁边了 因为他也没有后面可以坐对不对 哈哈 非常心机啊 我们就是故意送跑车 嗯好 然后你看 我们给他看一下啊 哇这个法拉利F12 很高档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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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这个妹子 妹子也非常的漂亮 对不对 哎呃 真的是 香车美女啊 好好好 我们就先带他去看一下我们这个房子啊 哎 法拉利F12 哇塞 大家看 这个速度 这种车子啊 用来飙的 哦 哦 这种车子就是用来飙的啊 非常的爽 哎我们这样 来点音乐 哇 这个速度感太强了 稍有不胜就容易转车 哎呦呦呦 好好 没事 凭借我们精湛的车技 你看一路上都没有碰撞 哎呦 唉呦呦呦 哎呦呦 我的车子 法拉利F12 阿 所以说啊 不要随意力这个flag 你这样啊 修下修下 我的爱车啊 虽然是要给妹子了 对不对 但是我们还是要完整的给她 等一下我们小心一点小心点 这个 加速太快了 大家看啊 百公里加速 这一个速度我都想测一下 这个速度是有多快啊 V12的发动机 哇 这速度感太强了 这才叫车子嘛 对不对 哇 可以可以 好久没有开这种超跑了 哎 又蹭了一下 哎呀 我车子两边又蹭了 哇靠 哎 没事没事没事 但是 主要是妹子不要受到惊吓 我们去看一下 哦 你看妹子 淡定啊 对不对 作为熊哥的女人就要有这种气势 啊 非常淡定这个妹子 长得又漂亮 哇靠 哈哈 好好 等一下要爽了 要爽了 哎呦喂 好好 反正已经转成这样了 对不对 反正已经转了 来来来 哦 好 停住 先休一下 休一下 休一下 哎 好 车子是完好无损的啊 妹子 我的车机是很棒的啊 你刚刚都是幻觉看到的都是 呃 刚刚都是幻觉啊 我们没有撞过没有撞过 哎 好 这是我们一楼地下车库 妹子 怎么样 整体感觉是不是很棒 这样这样这样 哎 我们这个墙怎么回事 哎 我这个外墙怎么回事 好像这个一楼和二楼的外墙啊 时装还没有铺好 我靠 这开发商怎么回事 偷工减料 我花了这个二十个亿啊 来造这个房子 你看 造了这么一栋四层楼啊 他这个外墙居然给我 没有铺好 这开发商啊 坑我啊 我熊哥又被坑了又被坑了 啊 妹子妹子 没事没事 这个后期啊 我会给他坐上去的 反正你看 这个跑车这么拉风 对不对 跑车这么拉风 啊 怎么样 还不错吧 你跟妹子啊 说一下 这里我们这里 叫他 呃 叫他先待在这 还是跟着我们跟着我们 哎 算了算了 你先你先待在下面啊 待在下面 呃 我先带这个观众朋友们啊 看一下这个房子 这个一楼啊 一楼是拿来放我们这个车子的 相当于一个相当于是一个车库 可以放个五六辆的样子吧 紧凑一点五六辆啊 这摩托车 这里我给他配了一个修车的地方 那楼梯我们走上去 这个 当然这个和我以往的那个房子比起来 没有这么的奢华 对不对 没有这么奢华 哎 哎 二层我们看一下 二层是什么 好像也比较简陋啊 哎 什么东西都没有 我们看一下 二层是干什么的 哦 二层就设了这么一个浴室 然后其他东西什么都没有放出来 我靠 这这开发商 我靠 意味的 这开发商 你看 这边用的是高档 高档的磁装 我们本来是打算用的是这个高档一点的大地石啊 然后这个你看 这开发商直接给我是 用这种最垃圾的材料 算了 我们不要开箱 不要开箱 这是给妹子住的 这给妹子住的 坑我 这开发商 你看 这个浴室嘛 我觉得还行 对不对 还凑合 哎呀 这个 哈哈 本来是想要装个逼 对不对 二十个一头进来 就弄成这种破逼玩意 呃 感觉装逼没成功啊 好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三楼 嗯 三楼的话就还不错啊 主要是我们的地理位置啊 就非常的好 对不对 我们这个楼啊 它重点价值是在这块地上面 对不对 我们这个 呃 包括这块地和这个楼是一块送给妹子的 重点是这块地 对不对 市中心 这个地价可是不便宜的啊 远远超过我们这个房子的价值啊 嗯 哎 所以说妹子应该还是还是比较满意的 这厨房也有 反正她一个人住嘛 偶尔我们也会过来啊 来灵性一下 对吧 哈哈 我们过来就灵性一下妹子 哦 哦 大家看一下这个配套设施 客厅这边 还行对不对 我觉得三楼开始的话就是 还是有一点点感觉的 有一点点小feel的 这个 我们上来 楼上 顶楼 顶楼的话就是什么呢 办公场所 哦 这个 办公桌上还有把小刀是什么情况 哎 啊 我们这个旁边是什么呢 我们周边啊 给她看一下啊 周边这一幢好像是 也是一个比较有名的建筑 像一个教堂一样啊 周边那个应该是一个教堂 嗯 然后 你看 那些商业中心 银行大楼都在那边 对不对 嗯 这块地段很好啊 地段很好 哎 这个是 哦 没事没事没事 有玻璃的有玻璃的 哦 这边的话是没有玻璃的 这边是可以直接下去的 还有没有楼呢 没有了 哦 总共就这么四层 就这么四层小楼啊 我们去看一下问一下妹子怎么样 满一波啊 啊 哎 哎 妹子一直上来呢 哎 妹子 怎么样 感觉如何啊 啊 这幢楼 这幢楼 反正后期我会再修一修的啊 包括这个 车子啊 这个 车钥匙给你啊 好 你看啊 怎么样 哦 这个妹子说我非常的有诚意啊 他说我非常的有诚意 准备跟我啊 办点事情 好 那么 哈哈 那么我们熊哥一直等待的就是这个 对不对 我们 泡妹子 泡这个妹子泡了三期啊 我们熊哥一般来说泡妹子只要一期 对不对 第一期直接就把这个车子房子送了 但是我们对这个妹子非常有耐心啊 整整泡了三期 很完整的 从这个陌生人认识 一直到这个怎么关系给他提升一点升温 对不对 再到最后我们这个最后一步 哈哈 最后一步实际上啊 就是最重要的一步啊 就是送这种非常拉风的跑车 然后呢 再加上这么一个 其实我本来想选这个更好一点的房子啊 但是我们有些房子还在建 对不对 还在建设当中啊 嗯 啊就这样就这样 然后我们这个 先跟这个妹子啊 办点事情 那么这个事情啊 我们肯定是 不能给大家看了 对不对 这个 这个事情肯定是不能给大家看的 我们切下画面啊 大家自己体会一下 好的观众朋友们 熊哥啊 跟这个妹子啊 是把这个事情办完了 但是我们这个妹子呢 刚刚是在这个运动过程当中啊 过度的劳累 现在是累昏过去了 所以说我们现在啊 给这个妹子啊 嗯 给他一点这个私人空间 让他休息一下 他就躺在地上了 哈哈哈 嗯 反正他这个 嗯 过于劳累 过于劳累 还需要锻炼啊 年轻人 嗯 好好好 我们这个 熊哥也办完事情了 那么我们这个 本期视频啊 就先到这儿 喜欢的点击下订阅 持续关注一下我们这个 土豪人生系列 嗯 我们这个熊哥啊 终于是把这个妹子抛到手了 诶 哦 F12呢 我这个法拉利F12 怎么到哪去了 我靠 我们这下面没有关门 车子是被人偷走了 哇 那怎么办 我们这个妹子醒过来 到时候要责备我了 好 我们得赶紧啊 再买一辆这个F12 给这个妹子 对不对 现在熊哥啊 要去办正事了 好 那么喜欢的点下订阅 持续关注一下 我们这个土豪人生系列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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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